肝脏是身体最大的解毒器官,但是肝脏同样也会受到损伤,比如摄入的食物毒素过多,不良的生活习惯等,都会导致肝脏带毒,对身体健康不利。 肝脏藏毒太深时,身体有以下六大提示信号。 1. 不明原因的体重增加,肝脏如不能及时将毒素排出体外,这些毒素就会储存在脂肪细胞中,亦堆积在腹部。脂肪来不及代谢,毒素就会储存在脂肪中,在身体各个部位甚至是脏器中堆积,体重就会持续增加。 2. 慢性疲劳 慢性疲劳是肝脏藏毒的最常见症状之一。身体里的毒素破坏肌肉正常代谢,产生疼痛和疲劳感觉。更糟糕的是,这些累积的毒素还会对我们的身体免疫系统造成影响,久而久之,还已造成低落、抑郁、抑怒等情绪病。 3. 指甲有吐起的灵线或者有向下凹陷。中医学中认为肝主经,而指甲是经的一部分,所以当毒素在肝脏中积蓄的时候,在我们的指甲上会有明显的信号。认真的观察你的指甲表面,如果发现有一些吐起的灵线或者有向下凹陷的话,那么你的肝脏就会有毒素了。 4. 乳腺出现增生。经前乳腺的胀痛明显增加乳腺。属于肝精巡型路线上的要塞,一旦肝精中有毒存在,乳腺增生随即产生,尤其在经血即将排出时,会因气血的充肾而变得胀痛明显。 5. 容易过敏。如果平时对很多东西都不过敏,而突然间变成过敏体质,那么就要小心肝脏健康了。 6. 因为肝脏会产生抵御过敏源的抗体。但是当肝脏有毒素,开始罢工时,身体对于一些过敏源的抵抗能力就会减弱,大脑就会通过产生阻碍来反应,当太多的阻碍叫长的一段时间积聚在身体内,就会有过敏症状,如头痛,臊痒和晕眩等。 6. 顽固性挫疮。肝脏中毒素堆积会造成激素失衡,内分泌失调,进而造成皮肤问题,如挫疮等。而这些由于肝脏内部毒素堆积而造成的挫疮,通过简单的外部清洁,是去不掉的。 如何给肝脏排毒? 1. 喝水排毒。喝水可以帮助人体排出更多的毒素。喝水的时候加点蒲公英跟一起泡水,可以帮助肝脏排毒。 蒲公英有别名尿床草,利尿的作用很强。喝蒲公英泡的水有助于促进新陈代谢,促进有害物质通过尿液排出体外。 并且,中医认为蒲公英胃肝苦性寒,乳肝,胃二经。具有清热解毒,消用散结之功效。经常喝蒲公英可以促进肝脏排毒,对预防酒精肝很有好处,并且对于改善乳腺增生也有帮助。 2. 按压太冲血排毒。太冲血,位置在足备第一、二指骨结合不之前的凹陷中。用拇指按揉3-5分钟,感觉轻微酸胀即可。不要用太大的力气,两只脚交替按压。 3. 清色入肝排毒。清色的食物可以通达肝气,起到很好的疏肝,解育,缓解情绪作用,帮助肝脏排毒。推荐清色的橘子或柠檬,连皮做成清橘果汁或是清柠檬水,直接饮用就好。 4. 补足矿物质。饮食中多多补充护肝元素,比如铭、钙、钾、心、锡汉蒙等。补充比平时更多的维生素及矿物质,以激活肝脏功能。 5. 多摄取Omega-3不饱和脂肪酸。很多人觉得油脂都会增加肝胆的负担,尤其肝病患者不敢多吃,但实际医学研究发现,富含Omega-3类脂肪酸的植物油,如酥麻油、亚麻籽油、核桃油等,有很好的调节血脂和清除血液垃圾的作用,能够抑制内原性脂肪的合成, 以及促进外原性脂肪的代谢,维护肝脏健康预防脂肪肝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。 此外,适量的运动也有助肝脏排毒,并且可以预防脂肪肝。熬夜是肝脏健康的大敌,所以日常要合理地安排休息时间,不要作夜猫子哦。 日常保护肝脏健康,给肝脏排毒,不妨试试上面的方法吧。 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